新华社点名批评陈虚源 言辞犀利足坛罕见 下克孔难免目前已经来到了2022年 那么我们回顾2021年其实可以发现 我们中国足球这边 真的是一塌糊涂 尤其在足协主席陈虚源的带领之下 不管是中超这边的一个联赛 还是我们国足在世预赛比赛的成绩 真的是一团糟 其实在中超这边 首先我们看到 中超这边各大球队也是本赛季土崩瓦解 很多土豪球队莫名其妙就消失了 那另外一方面在国足是预赛 我们中国队现在也是一塌糊涂 基本上是没有希望参加本届的世界杯了 从目前情况来看 两个重要的比赛都是一无所获 从中也确实能够看得出来 陈虚源在这一年的工作里面 确实出现了很多的问题 在上午11点我们也看到了新华社 在针对2021这一年的一个工作总结 当中 也是针对我们中国足坛一年的成绩 和工作进行了回顾 并且也点名批评的足协主席陈虚源 新华社回顾了这一年当中 我们遇到一系列的问题 并且他们重点强调说 其实我们中国足球走到现在也并非 一朝一夕的一个事情 意思就是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我们中国足球之所以会走到 现在这么一个糟糕的一个地步 其实恰恰也就是常年累计的一个工作 没有做到位 才导致出现了现在这样一个尴尬的情况 其实从中也确实能够看得出来 目前新华社把这样那个责任归咎在足协主席陈虚源身上 他作为一个最高的一个管理者 没有做好相关足球的发展工作 在中国足球那些联赛推广 在我们国足那些主帅和球员使用上面 没有做到他最好的一个责任 所以才会导致我们中国足球一步步萎缩 一步步下降 到了现在一个非常尴尬的地步 可以说接下来基本上很少有新华社这样 直接发这么多长文去批评中国足球和足协主席 也确实是足坛罕见 在之前确实基本上是没有看到过的 很多球迷看到这一篇长文 可能也会觉得比较意外 毕竟这一次如此言辞犀利 批评陈虚源对于很多球迷来说 一方面是很意外 那么另外一方面可能也是大快人心 毕竟我们也知道在此前 李铁下课之后 其实很多球迷就希望陈虚源能够跟着一起下课 毕竟在他之前在位的时候 不管是贾秀全还是李铁 确实给中国男族和中国女族这边 带来很多的先麻烦 成绩不但没有提升 而且还留下了满地鸡毛 所以作为一个最高的一个领导者 其实陈虚源这一次也确实面临着很多的麻烦 不仅仅是面临着球迷的一个批评 现在也被官媒这边点名批评 恐怕接下来对陈虚源来说 下课基本上是很难去避免的事情 我们也知道前段时间 国家体育总局已经是正式入驻中国足协 并且到时候将会成为中国国足的一个领队 也就是由国家体育总局的一个总局长来代理 之后的话陈虚源会先变成一个足协主席的一个副组长 之后很有可能他的权力会彻底的被架空 之后他自己不走人的话 恐怕也基本上没有太多的作用留在中国足协这边了 所以其实对陈虚源来说 他自己真的是自讨苦吃 如果是当初把工作做好了 也不用走到现在这么尴尬的一步了